没想到我的娃娃亲对象还是个极品美女啊 这下走大运了 姑娘 你多大了 二十二 那你在哪上班 是做什么的 金鼎物业现在是一名秘书 金鼎倒是个好公司 可这秘书不会是个小三吧 当然不是 就算不是 可这职业听起来也很不好 我们肖家可是有头有眼的大户 传出去会有失联面啊 妈 这不用你管 反正我喜欢就行了 好好好 宝贝说什么就是什么 妈不管 小郡啊 如果小林嫁给你的话 婚房打算选在哪里啊 叔叔放心 我名下有五套商品房和两套别墅 小林想住哪套就住哪套 这有什么好炫耀的 我少爷那套十多亿的日海湾别墅 我可天天住呢 不知道小郡平时开什么车啊 上班开卡宴 逛街开马沙拉地 晚上开法拉利 当然 有时我也会换换口味 开不大G或者耳巴什么的 那你是在哪里上班啊 我在好几家公司都担任了总经理 平时想去哪上就哪上 或者在家睡一天也不一定 说不准的 那你平时几点去上班呢 一般是下午三四点左右 如果头天晚上玩得太累了 就睡久一点 争取五点钱能赶到打卡吧 下午五点钱才去打卡 你这根本不叫上班 明明是上了个G嘛 你放心 如果我俩出一块了 就让我妈给你也安排几个闲职 反正前照领 班上不上都无所谓 叔叔阿姨如果喜欢的话 也可以一起来嘛 我们上了一辈子班 做梦也想要这样的闲职啊 老公 我觉得小郡人不错 值得女儿托付终身 你怎么看 我还能怎么看 当然是同意啊 爸妈 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 哪里不合适 我可以为你改 抱歉 就算可以改 我也不可能喜欢你的 为什么 因为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你什么时候交男朋友了 我们怎么不知道 就这个月的事 他比这个萧俊可要强百倍 那你现在就打电话让他过来 我倒想看看 什么样的男人能比我儿子还优秀 少爷 您找我有事吗 杨琳 你现在是不是碰到了什么麻烦 需不需要我帮忙 啊 您是怎么知道的 你别管这么多了 只要告诉我需不需要 我 我需要你 好 我马上到 拜拜 不对啊 他还没问我在哪呢 儿子 你在玩什么呀 怎么这么开心 老爸 我在玩左下角这款女友养成手游 游戏里可以邂逅清纯 高冷 魅力 知性 性感等各类美女 还能培养 她们成为你的专属女友 根据不同类型女友 还会触发不同的恋爱体验 点击左下角试试吧 血 小点声 别让你妈听见 一会也偷偷给我下载一个 没问题 抱歉小林 我来晚了 他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不会吧 你就是小林的男朋友 居然是个送外卖的 你根本就配不上小林 我劝你还是主动放弃吧 说不定我还能给你点补偿费 我很好奇 你们为什么口口声声说 我配不上他 你真要我们直说吗 当然是因为你穷 我穷 请问阿姨 你是从哪知道我穷的 你脑子没毛病吧 你都已经送外卖了 难道还不是因为穷 你送外卖 一个月工资能有一万吗 没有 笑死人了 一个月工资连一万都没有 还比不上我手下的员工呢 华海房价这么高 你一个月工资连半个平方都买不到 难道要让小林在出租屋里过一辈子吗 我送外卖 就一定给住出租屋吗 就你这点收入 不住出租屋 难道住别墅啊 唉 这位大妈说的太对了 我住的确实是别墅 年纪轻轻的就学会满嘴跑火车 怪不得我女儿会上了你的当 这你这工资 十辈子也买不起一栋别墅 小林 刚才你说他比我强百倍 那我问你 他平时开的什么车 平时开的最多的 当然是三轮车了 哈哈笑死人了 我名下最便宜的卡研也要一百多万 你一辆破三轮是怎么强过我百倍的 如果只是一百多万的话 那百倍也就过亿而已 问题不大 这么说来 你名下还有价值过亿的车了 当然不是 我平时出行一般都是坐直升机的 虽然不算太贵 但两亿还是有的 哈哈哈哈 这故事编的不错 请继续你的表演 既然连别墅和直升机都吹出来了 这么说 你是不是也买游艇了 游艇没买 倒是随别墅附赠了一艘 要不干脆说 你还有搜游轮的了 哎 你是怎么知道我还有搜游轮的 你还真会打蛇随棍上 牛皮吹的一点都不客气的呀 既然游轮都有了 那私人飞机肯定也少不了了 这位大妈又猜对了 我还只有一架私人飞机 你们母子俩是不是找私家侦探调查过我 啥老底都让你们给揪出来了 够了 年轻人吹吹牛皮本来不是什么坏事 可你吹的也太过分了 再说下去 只怕世界首富都是你的囊中之物 我活这么大 像你这么能吹牛的人 还真是第一次见 太不知羞耻了 小林 如果你真要跟这种人继续交往的话 我宁愿不要你这个女儿 你自己考虑清楚 爸妈 她说的都是真话 没有半点吹牛 这还没有半点吹牛 好 那我问你 她的别墅在哪 直升机在哪 游轮在哪 私人飞机又在哪里 少爷 我可以说吗 说吧 没关系的 她的别墅在玉海湾 直升机停在别墅的停机坪里 游轮现在应该已经到樱花国了 而私人飞机则停在华海机场18号机库里 小林啊小林 从小到大你从来都不撒谎的 她到底给你喂了什么迷魂药 至于这么帮她圆谎吗 不错 假的真不了 真的也假不了 你们想要我如何证明呢 既然你如此嘴硬 那你就把直升机叫到这来 再我们绕华海都一圈吧 顺便也可以看看你玉井湾的大别墅 怎么样 这个主意很不错 那就这样办 既然你们都不相信 那你们想要我如何证明呢 那你就把你的直升机叫到这来 再我们绕华海都一圈吧 顺便也可以看看你玉井湾的大别墅怎么样 这个主意很不错 那就这样办 只是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能停直升机的地方 金顶商业街的停车场足够大了 你这么有钱肯定也认识金顶老板吧 这点小事应该难不倒你吧 那行 小林 直升机的是你来安排 停车场就交流吧 好的 你要能让金顶商业街把停车场空出来 我打死都不屑 一个送外卖的装逼饭而已 还真当自己是盘菜啊 待会就让你原形毕露 喂 小杨啊 老板 你有什么吩咐 是这样的 我待会想把直升机停在金顶商业街着 你能不能安排一下 把停车场那块清理个位置出来 这是好办 大概20分钟 哦不 15分钟应该就可以了 行 那你现在就安排吧 已经搞定了 半小时之内 金顶的停车场就会空出来 切 说的跟真的一样 好 那我们就等半小时 既然来了 不如坐下来一起边吃边等如何 宝贝 人家可是身家不知多少亿的巨富 哪会吃得惯这么便宜的菜 这位大妈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还是说的一点没错 服务员 麻烦把你们总经理叫过来一下 好的 侯先生 请稍等 怎么回事 圣罗兰可是整个华海最牛的西餐厅 总经理岂是想见就见的 可看这服务员 似乎根本没有任何意见 怎么说叫就去叫了 侯先生 不知您大家光临 有时远迎 还望减量 请为有何吩咐 这位女士点的菜太普通了 你重新换一批吧 好的 我这就下去安排 对了 这红酒和香槟不太适合我的身份 也换了吧 餐厅里还珍藏有一瓶酒零年份的罗曼尼康蒂 我这就叫人送过来 这可是近两百万的红酒啊 说拿就拿嘛 这酒多少钱 目前市场价应该在一百九十万左右 是餐厅里的镇店之宝 原来是镇店之宝啊 那给他们喝太浪费了 还是别换了 好的 侯先生 小红啊 你跟那个总经理很熟吗 他为什么会对你言听计从 也不怎么熟 只不过因为我是圣罗兰的股东而已 你是圣罗兰的股东 骗鬼呢 那不知你占的股份有多少 不会就买了几手股票而已吧 你说的那叫股民 不叫股东 我的股份其实也没多少 就三成而已 什么 圣罗兰可是世界闻名的顶级餐饮公司 别说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就算百分之三也能吓死个人了 你说三成就三成 张口就来啊 能证明吗 可以证明 但我偏不想证明给你看 如果你面子够大的话 可以把总经理叫过来问问吗 咦 下面插播一个紧急通告 请露天停车场 001至230号车位上的所有客人 在十分钟内挪走您的爱车 延期车辆我们将会自行处理 谢谢配合 什么 他还真的发动金顶的人 让顾客挪车了 宝婆 我们的车好像就停在189号上 要不要先去挪一下 挪个屁 你给我闭嘴 我觉得你们还是先去挪一下吧 万一车真被拖走那就麻烦了 过劳你费心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收买广场管理处的 不过可惜 金顶物业的总经理萧阳正好是我的亲戚 我现在就打给他 请便 你尽管打就是了 你是萧阳唐姐又怎么样 我还是他老板呢 喂 请问哪位 萧阳 你听不出来吗 我是你唐姐萧玉芬啊 哦 唐姐啊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和你唐姐夫正在金顶吃饭 可是刚才听到广播通知要挪车 你能不能跟手下人说一声 让他们别动我的车啊 抱歉了唐姐 这个忙我帮不了 你还是尽快把车挪走吧 就一个车位而已吗 你身为金顶的物业老总 难道连这点小小职权都没有 唐姐 要求清场的人是你 我都惹不起个大人物 如果你不挪车的话 广场管理处会自行处理的 就这样吧 再见 妈 唐叔怎么说 没说什么 老公 你去把车挪一挪 女儿 你男朋友到底是什么来头 连金顶的管理处都叫得动 我总不能明说 他就是金顶商业界的幕后大老板吧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他好像跟金顶的老板很熟 应该是合作伙伴吧 这么说 侯天宇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他真的有一架直升机 而且还是个身份背景都了不起的人物 看来我们是真的小看了他 我们女儿也太有本事了 居然吊上了这么个金闺序 叔叔阿姨 我之前听小林说 你们很想去欧洲旅游对吧 对对对 不过因为费用太高了 所以一直没能完成这个心愿 那正好 我有一艘游轮现在停在樱花国 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 明天就可以坐我的私人飞机 一直飞九州岛 游轮叫哥利亚号 它接下来的行程正好是欧洲 只要你们时间充裕 完全可以玩上两三个月再回来 在游轮上住两三个月 那得花多少钱啊 而且还有私人飞机的费用呢 你这榆木脑袋是不是被门家了 私人飞机和游轮本来就是小猴的 怎么可能要花我们的钱 小猴你说对吧 是啊 叔叔阿姨请放心 你们绝对不需要花一分钱 我会让船长预留最好的总统套房给你们 在旅途中的一切花销包括购物都算我账上 你们只需要尽情享受就可以了 那太好了 真是太感谢你了 喂 您好 好的 我知道了 少爷 您的直升机HR25已经在路上 我们可以出去了 后面的事我就不参与了 你带他们去吧 我先走了 小猴 你不一起坐直升机六华海了吗 不好意思阿姨 我还要去送外卖呢 刚才已经担了好长时间了 再不回去的话会被老板娘骂的 一个身家至少数百亿的富豪 居然甘愿如此任劳任怨的送外卖 这送一年外卖的钱 还不够直升飞机起飞一次的花销呢 好一个装逼饭 今天算你赢 你给老子等着 喂 谁呀 你好 你点个外卖到了 请问你人在哪里啊 我在哪里 哈哈哈哈 我在天上 你上来找我吧 请不要乱开玩笑了 快告诉我你人在哪里 别生气嘛 你们这些臭男人 动不动就要吼人家 抱歉啊 我还要赶着送别的外卖呢 请快点告诉我位置吧 请 这还差不多 不过人家真的没骗你 真的在天上 那请问你在天上哪个位置啊 月亮上还是北斗七星附近 我在国贸大厦的天台上喝酒呢 你来找我吧 对了 记得给我多带一箱黑皮上来 不然给你差评哦 这女人是不是疯了 一个人跑国贸楼顶上喝什么啤酒 老板 你这有没有黑皮卖 给我拿一件呗 有啊 不过你不是送外卖的吗 怎么帮人买几酒来了 别提了 有个女客人不知发什么神经 居然跑国贸大厦天台上喝酒去了 还指定让我带件黑皮上去 国贸大厦 小哥 你是不是听错地方了 那的天台已经全部锁起来了 根本就上不去 为什么要锁起来 为什么 当然是怕有人跑那做傻事啊 难道你不知道 国贸天台是失恋者的自杀圣地吗 那里有36层高 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个痴男悦女 从那了结此生 从建成到现在 只怕已经超过两位数了 不是吧 难怪她刚才说话腔强那么奇怪 这女人不会真的想不开吧 这熊孩子什么情况 就一层楼还要坐电梯 小朋友 你到底要去几楼啊 四楼啊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按三楼 手太胖 不小心按错了而已 小朋友 你刚才不是说要去四楼吗 为什么又变成五楼了 不好意思啊 外卖脑 我突然觉得四楼不适合我 还是五楼比较好 我有急事要上顶层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皮 到了五楼赶紧给我下去 谁皮了 就你有急事是吧 难道别人的事就不急 这电梯本来就是公用的 有本是自己建一个去本 按上按下随便你 小子 我可是赶着去救人的 你再胡闹一次试试 行行行 我五楼一定下 谁不下谁小狗 你妈 这小胖子真是欺人太胜了 居然变着法子骂人是狗 臭外卖脑 慢慢急吧你 哈哈哈哈 我你妈 要不是看在你是个小屁孩的份上 可绝对要找你真人PK 怎么没人啊 难道我还是来晚了一步 唉 可惜了 喂 你这小哥咋回事啊 买香啤酒怎么这么慢 还好还好 这家伙原来没做傻事 只是换地方而已 来 相逢和必曾相识 有缘自会来相聚 陪我喝几杯吧 行了 你干什么 想借我便宜啊 这里风大 我怕你冷吗 你不是说咱们有缘吗 抱一下有什么所谓的 可一定要抓紧他 不能让他做傻事 反正世上的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无时无刻不想着占女人便宜 来 为这个坑爹的世界干一杯 干了可以 不过这个地方风太大了 而且干喝太无趣 要不咱们找个烧烤摊 一边撸一边喝 不 我就喜欢在天台喝 因为这里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我透 什么叫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看这架势 这女人想亲生的几率很高啊 整倒霉的时候 真是喝水都塞呀 就短短几天时间 我不但丢了工作 还把男朋友也丢了 你说惨不惨 确实够惨的 那你是因为什么丢掉工作的 男朋友干嘛要抛弃你 因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那个老女人啊 仗着有几个 臭钱就抢了我的男朋友 还通过关系 让公司把我吵了 不仅如此 他们俩还当众一人扇了我一巴掌 我现在真的是气到爆炸 恨不得将这对狗男女碎尸万段 他们确实太过分了 别哭了 要不这样 咱们现在就去把这两个耳光的仇 给报了如何 那该怎么报 当然是原封不动的山回去啊 可我连他们人在哪都不知道 这好办 你把前男友的手机号码给我就行了 15383838438 他们现在正在这家餐厅 怎么样 咱们现在就去报仇如何 这么厉害的吗 一个手机号就能查到他在哪 你放心 绝对错不了 那好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对狗男女 好女不留个夜愁 今晚把事情了结 解明天就重新做人 找工作去 牛叉 咱们走 不会吧 我们就坐这玩意过去 包子有肉不在这上 你别看他外观不咋的 其实他比一般的超跑还有内涵 你可别逗了 他怎么可能有跑车快 那餐厅远着呢 等你踩过去天都黑了 我们还是打车吧 出租车哪有他快 咱们就骑这辆三轮去 封好了 车速很快的 小心别被甩下去 就这破三轮还能有多快 来来来 有本事就把姐甩下去 好 坐稳了 妈呀 下车吧 我们到了 啥 这就到了 开车都要大半个小时的路程 你这才十来分钟就到了 怎么样 我没吹牛吧 没 没吹牛 这车果然牛啊 小子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哪凉快哪待着去 大家都是人 凭什么不让我进 看到外面停着的豪车没有 我们这是高档餐厅 你一个骑三轮送外卖的小子 没资格进去 现在该怎么办 没关系 你先进去确认一下目标位置 暂时不要打草惊蛇 我马上就到 那好吧 老兄 其实我以前也在餐厅干过 大家算是半个同乡 行个方便如何 好 我就给你个机会 我站着不动 只要你能推动我半步 就放你进去 就这么简单 不错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推不动的话 那就从哪来回哪去 少在这瞎嗲嗲了 好吧 那我就试一试 用双手啊 大力一点 你这是没吃饭吗 我怕太用力会伤到你 伤到我 哈哈 你尽管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 别客气 那好吧 你们果然在这 天鹰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死皮来脸 少臭美了 我不是来纠缠你的 我只是要为我这张脸讨回公道而已 亲爱的 我看还是刚才打得轻了 要不你再给他一记狠的 好让他长长记性 说的也对 这件人肯定是觉得 纸衫一边脸不太对称 所以又赶着来逃打了 天鹰 别怪我冷血无强 这是你自找的 你敢打我亲爱的 我跟你拼了 这两巴掌是还给你们的 姓朱的 别以为自己是什么香波波 姐根本就不稀罕你 从今天起 咱们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就这样吧 再见 不好意思 美女 打了人就想跑 也太不把我什么人放在眼里了吧 这是我跟他们的私人恩怨 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于晴 你打的是我亲姐姐 于里 这家餐厅的老板是我自己的客人为他 我能做事不管吗 弟弟 别放这件人跑了 居然敢打老娘 我今天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姐 你打算把他这么招 让人带到里间去 我有的是法子折磨他 至少也要让他永生难忘 你们别乱来啊 我可是有帮手在外面的 这家伙怎么还没进来 难道已经被保安地赶走了 歇 吓唬谁啊 你平时工作那么忙 朋友都没两个 谁会有这些功夫来帮你啊 姐 那要不给他拍个小视频吧 放到网上让大家乐呵乐呵吗 我看这主意不错 你敢 你们要是真这样做的话 那我这辈子就毁了 老娘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敢来老娘的地盘撒野 你还嫩着呢 弟弟把他带进去吧 好的 动手吧 放开我 你们这是办法的 放开我 等一下 你们想把他带到哪里去 田音 难道这外卖老 就是你所谓的帮手吗 要不要这么多啊 你就是那个贱腹撕迁的垃圾男人 长得还不算太丑吗 怪不得会有老女人喜欢你 小子 嘴巴放干净一点 信不信我叫人把你扔出去 我还真不信 要不这样吧 你们现在马上把我朋友放了 再自删十多耳光 我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 小子 看你年纪轻轻的 口气倒是不小 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 反正话就放这了 机会只有一次 听不听随便你们 好小子 赶到我的地盘撒野是吧 我要让你后悔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话 把他的嘴给我撕烂了 然后扔到街上去 是 老板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啊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啊 老板 这小子是个高手 他出招很快 我们这么多人联手也对付不了的 追悟 你们可是我重金聘请的顶尖保镖 居然连一个外卖小子都打不过 弟弟 反正我不管 今天这口恶气 你必须帮姐姐出了才行 那好吧 你们给我一起上 看来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兄弟请高抬贵手 放我姐一马如何 放了你们可以 不过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必须自删十个耳光 做梦 你以为你是谁啊 敢让老娘自删耳光 你不想自删也可以 让田英帮你吧 我相信她一定很开心的 没错 我非常乐意效劳 臭小子 别以为会棘手三角猫功夫就能吓唬我 你还不够格 不过我看你资质还不错 如果实相的话 我可以让你当我公司的保全经理 野心三万起 配房配车还有分红 怎么样 考虑一下 握你马 这老女人连我都盯上了 这位大妈请自重 我不是姓朱的那种贱人 混账东西 你说谁是贱人 当然是谁回话谁贱人 田英 你说对不对 没错 这家伙就是彻头彻尾的贱人 都见到骨子里的那种 你还好意思说我 刚被抛弃就勾搭上这个野男人了 难道你不见吗 田英 既然他这么迫不及待 那就先把他的十个耳光抽完吧 好 助手 快给我助手 虽然我不喜欢打女人 不过你要是敢插手的话 我不介意破一次剑 你别着急 打完这件男人之后就轮到你了 谁也跑不掉 兄弟 得饶人处 且饶人 别做得太过了 你也配说这句话 刚才要不是我及时出现的话 田英现在指不定被你灭带成啥样呢 你打猪与龙我没意见 可要是敢打我姐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这话说的挺有水平 不过你别忘了 十个耳光你也有份 你们姐弟俩谁也跑不掉 你 田英 十个耳光已经打够了吧 你怎么还抄 我喜欢多送你几个 不行吗 好了好了 你别老逮着一只羊往私里薅了 换个人呗 好 你 你想干什么 别乱来啊 你这个小贱人 当心我 拿着这个 如果大妈敢反抗的话 就顺便帮她免费烫个头吧 好的 太谢谢你了 恭喜宿主完成一次特殊外卖 奖励易容术精通 现在该轮到你了 你是自己抽呢 还是让田英帮忙 田英 我不行了 手都快抽中了 没事 那就换我来 说吧 你是想自抽还是他抽 小兄弟 要不这样吧 我花钱来买这些耳光如何 那你想开价多少 十万如何 十万 你这人什么垃圾眼光 居然会认为我的巴掌只值十万 一万买一个耳光已经够贵了吧 那你想要多少 不多 十万 这跟刚才我说的十万有什么区别 好好好 十万就十万 给 这里是十万 田英 这十万你拿好 啊 为什么要给我啊 这本来就是你惹出来的事 钱当然归你啊 你这句话的逻辑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了 给你你就拿着 就当是他们补偿给你的精神损失费吧 那好吧 喂 剩下的支票也一起开过来吧 什么 什么剩下的支票 跟我装傻事吧 刚才不是说了吗 一根手指十万 一个巴掌是五根手指 算上十个耳光的话 那就是五百万 你还差四百九十万 快给钱 十个耳光就要五百万 你这也太过分了吧 荧幕张胆的额钱啊 唉 说话注意一点 谁看得上你这五百万了 还用得着额 不想给当然也可以 来来来 让我抽完十个耳光就啥事都没有了 十万支票也还给你 不不不 我给钱 我愿意给钱 这小子连保镖都能一脚踹云过去 力气自然是大的可怕 我这么细皮嫩肉的 只怕挨上一巴掌就得抢救了 我看你这人就是欠揍型 非要折腾一下是吧 我随时都有可能反悔的 还不赶紧写支票 时不得呀 我不能要这钱 我说能要就能要 不要我就还给他了 好 好吧 气也出了 钱也拿了 奖励也到手了 走吧 该回家了 气死我了 这两个混蛋简直是欺人太甚 弟弟 我们吃了这么大一个哑巴亏 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姐 稍安勿躁 我的人马上就到 今天晚上 我要将他碎尸万段 扔到海里去喂鱼 你好 这是你点的外卖吧 没错 是我点的 祝你用餐愉快 再见 等一下小兄弟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当然可以 你请说 你能不能 能不能帮我到旁边的咖啡店里相个亲 啥 帮你相亲 我长这么大啊 还真没听说过有提人相亲呢 这种是跟结婚洞房没啥区别 别人怎么代劳啊 我知道是很扯 但我有社交恐惧症 而且没啥自信 实在顾不了自己那道坎啊 小兄弟帮帮忙 算我求你了好不好 不是我不帮忙 实在是这忙没法帮啊 你想想看 如果我和对方没看对眼也就算了 万一他真看上我了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难道要我跟他约会吗 不不不 当然不用 你只需要冲当一个试金石的角色而已 其实 我是这样想的 现在 相亲不都是看对方条件合不合一吗 你待会把我的条件讲一遍 如果女方同意继续发展的话 那你就随便找个借口一走老只 再由我顶上就好了 我靠 这样也行吗 不过为什么要选我啊 难道你就没有朋友同事什么的吗 呃 这个 因为他们都没你长得帅啊 那好吧 看在你这么有眼光的份上 这忙我帮了 太谢谢你了 小兄弟 这是我的基本资料 你待会就按照知商门的来说就可以了 对了 记得把马甲脱掉哦 放心吧 你就待在这等我消消好了 请问是韩小姐吗 我是 你就是谭先生吧 请坐 先生您好 请问喝点什么 给我来杯冰可乐吧 嗯 居然在高档咖啡厅点冰可乐 这是什么操作 一看就是土包子一个 对不起先生 我们这里只提供咖啡类饮品 是没有其他饮料的 哦 那就来杯卡布奇诺吧 好像这玩意没那么苦 好的 请您稍等 韩小姐 韩先生别急 人还没到齐呢 还有一位奸上也要来相亲 什么 相亲还有三个人呢 之前不是已经跟你提过了吗 大家都是成年人 时间都很宝贵 一个男人是香 两个男人也是香 有什么所谓呢 原来那小子早就知道还会有别的男人出现 两个男人像一个女人 摆明了就是要当面竞争啊 怪不得要拿我当时金石 说了他不用丢脸 赢了就出来顶替收割一波 这活太记贼了 比人观浩然 请问您就是韩小姐吗 这个男人穿着如此考究 还喷了男士香水 显然比那个穿着休闲装点着冰可乐的土包子要有格调多了 不错 加十分 关先生你好 请坐 谢谢 既然人已经到齐了 那我就直接一点 我的资料 相信你们在网上已经了解清楚了吧 那我现在先问两位几个问题吧 韩小姐请尽管问 关某一定如实回答 那好 请问关先生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具体年薪是多少 我在某保险公司担任业务经理 年薪的话 税前至少在二十万以上 那谭先生你呢 我在某上市外企担任高级电气工程师一职 年薪加分红的话 税前在二十一万左右吧 不是吧 这家伙看上去年纪轻轻的 工资居然比我还高 咋的 不服气啊 虽然纸条上写的也是二十万 但我就是想多加一万来恶心一下 关先生 那你名下有车有房吗 有一套城西碧桂园的精装房 建筑面积有八十平方 今年年初刚换了一辆凯美瑞 全款交付的 那房子也是全款吗 那倒不是 不过还有七年就能工完了 原来是这样 七年时间倒也不长 那谭先生呢 请问你有没有房 没有 目前还住在公司宿舍里 不是吧 你年薪二十一万 居然连套房子都买不起 听我说完 我们公司有一项福利 达到一定级别的职员工作年限 满十三年后 可以分配一套不小于九十平的市区房 我三年后就能白的一套房子 干嘛要自己掏钱买 买完还得工好几十年呢 那不成二傻子了吗 臭小子 居然敢拐着搬骂我二傻子 那谭先生有车吗 也没有 不会又是等公司发吧 那倒不是 我是真没有 因为没考驾照 好吧 看来你们硬件方面半斤八两 那我接下来就问问软件吧 谭先生 假如我们交往之后 逛街时 看中了一个售价两万的包包 你会偷偷买给我吗 呃 这个问题 纸条上可没有答案啊 那小子月薪一万七左右 他舍不舍得花一个多月工资 给女朋友买包包 我特么哪里知道 行了 你不用再纠结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谭先生 如果我跟你交往之后去逛街 看中了 没问题 只要你看中就行 咱买 我看中的是一块十五万的百达斐力女表 你也愿意掏钱吗 啊 十五万 为什么人家是两万 到我这一下就变成十五万了 翻倍也没这样翻的吧 凭什么呀 咋 你是不愿意吗 钱贵了 愿意 当然愿意 谁说我不愿意了 反正就是个问题而已 可能只是拿来试探心意的呢 真要在一起了 应该不会提这么过分的要求吧 拿一年工资 买一块表 那也太刺激了点 有车有房有高薪 形象不差会打扮 最重要的是 舍得为爱人花钱 这样的男人 才符合我心中的标准 我的问题已经全部问完了 谭先生 我觉得咱俩不太合适 谢谢您的参与 请回吧 什么情况 我这就被淘汰了 谭先生 凭三个问题就确认咱俩不合适 这会不会有点儿戏啊 当然不会 我说过了 大家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 早点确认不更好吗 你虽然长得挺帅的 可惜不太会打扮自己 相比之下 我更喜欢成熟稳重些的男人 好吧 那祝你们幸福 我先撤了 小达 跟我抢女人 你还不够格 回去好好捯饬捯饬 自己再说吧 什么情况 这小子居然有一辆 如此拉风的超跑 而且还是价值 接近一个亿的 兰博金尼毒药 原来他这么有钱 那他今天穿得如此普通 还骗我说没买车 难道是为了试探我的吗 老哥 我已经尽力了 可惜他看不上 抱歉 哥们 太感谢你了 韩千千已经打电话 答应跟我交往了 啥 我不是才刚被人赶出咖啡店吗 这韩千千怎么就打电话 同意交往了 恭喜宿主完成一次特殊外卖 奖励技能升级点一 目前总点数九 虽然有点想不明白 但奖励拿到就行了 这一下终于凑够升级脚凯书的九个技能点了 他好了 好兄弟 你终于回来了 不好意思 我们认识吗 不是吧 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记了 九块九的滴滴打脸啊 记起来了吗 哦 原来是你啊 肚子强对吧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再消费一次打脸套餐可以吗 行啊 你先简单说一下 这次要打谁的脸 事情是这样的 自从上次跟钱柔柔撇清关系之后 我又与一名刚来实习的妹子谈起了朋友 但就在我国际勇气向他求婚的时候 正好看到了不堪入目的画面 这才知道 他和我们老板的儿子又勾搭在一起了 我当时忍无可忍 直接跳出来质问他 结果反而被两人狠狠羞辱一顿 最后还被人是记了一个大过 把我这个月奖金都给扣没了 你说气不气 人才两空 是挺悲催的 那你打算在哪打他们脸啊 两小时候 他们会下楼吃中饭 我们就在路上堵他们 这次打脸的方式 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嗯 上次的打脸效果是很好 就是太浮夸了一点 这次能不能简单粗暴些 最好再加上点老土的元素 越土越能恶心死他们 没问题 保证安排的妥妥的 侯兄 你准备的这个麻袋是什么意思啊 不止麻袋 我这里面还有家伙呢 什么家伙呀 当当当当 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 我让人花了好大力气才找来的 不是吧 一个空麻袋加一赶唱 这怎么看都像是个收破烂的呀 你确定是来帮我打别人的脸 而不是被别人打脸的吗 你放心 我的打脸服务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那好吧 嗯 来了来了 穿白裙子的那个看到了吗 就是他们俩 人要过去了 快喊他 哦 吕雪 吕雪 杜子强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请你不要叫得这么气热 免得别人误会 臭小子 你能不能要点脸 难道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你要是再敢纠缠我女朋友 明天我就让我爸吵了你 用不着你吵 老子现在就吵了你 也不伺候了 哟 想不到你还挺有骨气啊 我说你怎么跑 这来收货烂来了 原来是已经想好退路了 怎么样 哥早上喝的饮料瓶子还在办公室呢 要不要拿下来送给你啊 说不定还能卖个两毛钱呢 幸好我趁早踹了你 不然被别人知道 我跟一个收破烂的在一起 我这脸都不知道往哪哥 笑死了 一个收破烂的也想赖蛤蟆吃天鹅肉 就是啊 那女孩长得跟天心似的 怎么可能会看上她 现在这年头啊 自不量力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 收破烂 原来你们管钱叫破烂啊 啥意思啊 我保证不出十分钟 你们在场的各位 做梦都想来收一场这样的破烂 让你让 麻烦各位让一让 什么情况 这不是我老板吗 他怎么来了 你不是天狼集团的吗 难道他就是刘董 没错啊 不要让 麻烦大家让一让 借过一下 麻烦大家借过一下 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之间这么多公司高层同时出现 而且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格格不入的黑色塑料袋 侯兄 这些人好像身份都不低啊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交租啊 这个本本你拿着 一会我来称重 你来装钱 我报了金两后 你在这上面记个数就行了 侯兄 你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 麻烦各位排好队啊 这么说那些老总们真的不是托 这些租金都是真的 这栋道厂也真是他们俩的 海燕公司 七斤整 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杜子强真的超级有钱 有钱个屁 这些人肯定都是他们请来的托 爸 你怎么也来凑热闹了 虚然连我爸都出现了 难道这栋道厂真是他们俩的 什么凑热闹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现在没空理你 一边去一边去 侯先生您好 我是永强公司的董事长沈永强 沈 沈总 侯老弟太那么牛叉了 居然把我的老板都找来了 秦迪的老爸给我当托 难道就不怕漏线吗 请问这位是 他是我表哥杜子强 跟我一起来收租的 杜子强 这名字好熟悉啊 杜先生 请问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啊 沈总 我是技术部的一名程序员啊 去年年会上 您还给我办过优秀员工奖来着 哦 我想起来了 原来你是小杜啊 对对对 小杜就是我 我就是小杜 对不起杜先生 我刚才说话太唐突了 还请不要见怪 没事 怎么说你也是我的老板 叫小杜也没错 不敢不敢 我还是叫您杜先生更好一些 小陈啊 赶紧把租金交给侯先生吧 沈氏集团八斤三两 好嘞 记下了 猴兄你看 还是我们公司实力最强 这八斤三两的钞票 少说也有五十来万吧 你别忘了 你今天是来打脸那小子的 怎么还反倒给他们公司助长威风啊 爸 那姓猴的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你干嘛要对他低声下气的 你小点声 什么姓猴的小子 那可是猴先生 人家可是金鼎商业街的幕后老板 身家至少上百亿的存在 什么 你是说这整条街全是他家的 爸 你会不会是搞错了 我搞错 你也不看看 这些提着百元大钞来交租的 可都是老总级别的人物 大家全是一栋大楼的 而且通知我们来交租的 就是金鼎的萧总 怎么可能会错 那杜子强他 叫杜先生 杜先生既然是方先生表哥 那他应该也超有钱啊 为什么还会跑到我们公司 做一名苦逼程序员 你管人家这么多做什么 现在低调的有钱人多了去 没见新闻上说 某某公司看大门的老头 都是开劳斯莱斯上班的吗 我懒得跟你说这么多 自己领悟去吧 我靠 今天这是闹的 真特么隔应人啊 宝贝 咱不管他们了 先去吃饭 哎 人呢 微雪 你这是怎么了 小强 我被沈英灵那王八蛋骗了 原来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 刚刚我才知道 他居然还有好几个女朋友 果然如此 我早就知道 那家伙不是个好人 我已经果断跟他分手了 小强 我终于明白你 才是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人 我们重新在一起吧 如果你愿意的话 明天就去民政局 登记好不好 明天就登记 这会不会太仓促了一点 你不用再考虑一下吗 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这辈子非你不嫁 可 可我的户口本在老家呀 那我们今天就回老家 拿户口本 明天登记吧 这你确定 你不会后悔吗 绝不后悔 我可以对天发誓 行吧 那咱们现在就回家 那户口本 表弟啊 我先撤了 那这袋子 袋子搁这把 我待会自己扛回去就行了 这么多钱 我好想来一句 让表嫂帮你扛好不好 行 那我们就先去买动车票了 改天我再好好谢你 拜拜 魏杨玲 我在商业接着 你派人过来 把这堆现金弄走吧 我一个人扛不动 好的少爷 马上就到 恭喜宿主完成一次特殊外卖 奖励现金100亿 奖励已到您的账户 请查收 系统你是没啥新鲜玩一颗奖励的了吗 我现在啥都没有 就剩钱了 你又给我这么多钱 我该怎么花啊 唉 丑死人了 不管了 继续送下一单外卖吧 站住 干什么的 送外卖的 对不起 三轮车和外卖员不得入内 你让客人自己过来去吧 我去 两个条件我居然全占了 老哥 这条件不是刚立的吧 我前几天来还可以进的 没错 因为我们队长今天新官上任 当然要烧上几把火了 确实算你倒霉 赶紧打电话叫人过来拿吧 你跟他非这么多话干嘛 不让进就是不让进 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 少在这叽叽歪歪的 说话这么横 如果我偏要进呢 想硬闯是吧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当心我们连人带车都给你砸了 欺人太甚 你等着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切 一个臭送外卖的 还想跟老子叫板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这位老哥 不是说送外卖者不得入内吗 你怎么不拦着我 你 你小子哪来的超跑 还能怎么来 当然是送外卖赚了呀 我要进去了 白了个白 送外卖赚了辆跑车 这家伙不会再说天方夜谈吧 其实这事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你想想看 现在送外卖一个月 怎么也有好几千吧 他只要工作一年就能存个几万 一辆超跑怎么说也得好几百万 这特么不吃不喝存一辈子也买不起啊 我还没说完呢 他只要一年存个几万 然后再加上家里给的几百万 那买辆超跑不是妥妥的吗 说得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我已经说过了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小竹 我对你可是真心的 只要你答应做我女朋友 我保证什么都满足你 你好 你都外卖到了 你家没人开门 我就在楼下 你下楼来吧 好的 亲爱的 你怎么才来 竟然让我等这么久 什么情况 这美女怎么突然对我头怀送抱 还叫我亲爱的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小竹 你是说这个送外卖的就是你男朋友 没错 我男朋友年轻帅气 我们非常恩爱 所以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一个送外卖的 浑身上下 一点值钱的东西的都没有 你觉得这种人 真的能给你幸福吗 小子 我劝你现在马上离开小竹 否则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在华海带不下去 遭遇特殊事件 张浩的挑衅 宿主可做出以下选择 一 假扮将羽竹男友 打脸张浩 奖励递好酒店百分之五十一股权 二 当做事情没有发生 转身离开 奖励五百块钱 加油卡一张 什么鬼 第二项是来凑数的吧 系统你现在也开始调皮了 这是逼着我装十三吗 你还别说 我身上还真有那么一点值钱的东西 一个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草包而已 你能有个屁的值钱东西 看到那辆价值百万的豪车没有 你这种穷鸟丝送一辈子 外卖都买不起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 哼 就他也配叫豪车 你怕不是对豪车二字有什么误解 这么便宜的车 跟我现在开的那辆相比 简直就是垃圾 吹 继续吹 我看你能不能把牛吹到天上去 正好让牛郎和织女来个相会啊 小竹 瞧瞧你这选的什么男朋友 一点穷的觉悟都没有 这小子也太能装了 让你假冒我男朋友 没让你这样吹牛啊 不行 再这样下去 很快就要穿帮了 亲爱的 我们不跟他扯了 我们回家吧 那可不行 我要让他知道 什么叫穷的觉悟 又喝 准备工作做的不错啊 还知道在网上买个打火机来炫富 今天你要是能拿着这个打火机 打开任何一辆车 我都跪在地上叫你爸爸 你确定 当然确定 不过你要是做不到的话 就必须现在立刻马上离开小竹 没问题 这 这不是兰博基尼毒药吗 价值将近一个亿的顶级豪车 我是不是看错了 我去 随便拉过来的一个外卖小哥 居然能够开得起这么昂贵的超跑 我就是中大奖了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现在是不是该跪下来叫我爸爸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是你的车 肯定是凑巧的 你的送贩卖的 怎么会开得起这种豪车 怎么样 还需要我把行驶证拿给你看吗 不不不 不用了 这辆车竟然真的是他的 兰博基尼毒药啊 我做梦都想拥有的顶级豪车 难道这小子是个除了体验生活的富二代 惹了这种有钱人 我怕是离死不远了 愿赌服说 赶紧给我跪下 爸爸 我错了爸爸 我保证再也不对江小姐有想法了 现在赶紧滚 以后不许再纠缠我女朋友 好的好的 我马上就滚 不是吧 我就随意的拉一个人挡枪 没想到居然是个富二代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了 那个 谢谢你帮我赶走账号 没事 这是您的外卖 记得给我一个五星好评哦 一定会的 那个 能不能交换一下联系方式 等你有空了 我请你吃个饭 行啊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递好酒店51%股权 嗯 股权还不错 比奖励现金什么的可要靠谱多了 谁点的外卖啊 麻烦签收一下 咦 怎么没人啊 是这里没错啊 有人吗 谁点的外卖 哎呀妈呀 这大白天的 怎么这么邪门 冤有头战有主啊 我可从来没做过坏事啊 求你放过我吧 闭嘴 我都快饿死了 你再给我把外卖给我 我杀了你 别啊 给给给 原来你是人啊 我还以为 以为我是鬼 我看你才是鬼 胆小鬼 我刚才只是因为滴血糖才倒下的好吧 啊 那我刚才那副怂样岂不是全被你看到了 想不到我侯天宇一世英明 居然被一个女人看了笑吗 太丢人了 我还是赶紧溜吧 就了我就想这样走了 有那么容易吗 啊 那你想干嘛 跟我去一个地方 让我好好报答报答你 报答我 你想去哪 不远 就在前面 哦 那不是酒店吗 难道他想 看不出来啊 这美女长这么漂亮 没想到这么开放 走吧 出发去酒店 看来今天是走桃花运了呀 那我就不客气了 出发 美女 我们不是去住酒店吗 你想什么呢 我是要请你喝一杯而已 你胆子不大 色心倒是不小 是吗 那你是不是想着先喝几杯酒住住信 再一起去酒店谈谈心 或者说你想灌醉我 来一个霸王硬上钩 然后再来一个反客为主 你这人还挺有趣的 不过脑子里想的东西不太正经 美女 长得这么漂亮 和这外卖老喝什么呀 不如陪哥们几个喝一杯吧 树不奉陪 请你们离开 又喝 还挺傲娇 哥哥邀请你是看得起你 你这小妞可别不识抬举 尼玛 原来他这么凶的吗 臭娘们 敢打我 当着劳资的面来挖墙脚 我看你是活腻了吧 你他娘的一个外卖老 在这里装什么 好好在这等你的外卖不就好了 赶紧给劳资滚开 别多管闲事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妈的 连劳资都敢打 兄弟们 给我弄死他 我靠 想不到这外卖小哥居然这么厉害 大小姐 您没事吧 没事 那几个混账喝多了而已 你们几个矛头小子 居然敢对我们大小姐不敬 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 别别别 大哥请饶命 我们已经被这送外卖的小子 打得只剩半条命了 求您高抬贵手 放我们一马吧 大小姐 您看 反正他们今天也受到教训了 帮他们走吧 我们大小姐人美心善 今天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还不赶紧滚 谢谢 谢谢女侠 谢谢女侠 你 你是他们的大小姐 怎么 不像吗 你长得那么帅 身手又那么好 有没有女朋友啊 没有啊 不过我不介意有一个 今天谢谢你救了我 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吧 改天我再请你吃饭 哦 大小姐居然亲了那小子 我每天保护大小姐都没这代理 那小子就只救了大小姐一次就能被欺 这天理何在啊 恭喜宿主完成一次特殊外卖 奖励皇朝娱乐集团全部股权 皇朝娱乐 那不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多元化娱乐集团吗 旗下那么多明星和美女 这光是看着就够养眼啊 侯天宇 我去 你还没死啊 李强 好久不见啊 原来你也在华海啊 读书的时候你就穷得要死 不过高中毕业都十年了 你怎么还是混得这么差 跑去送外卖了 送外卖也没什么不好的 时不时还有些意外惊喜呢 对了 明天晚上在华海有一场同学聚会 你也得参加哦 主要是让大家看看你这条咸鱼饿死了没有 那个 我没空呢 我还得送外卖 哎呀 少送一天饿不死的 而且搬花柳妹儿也去呢 当年她可稀罕你了 她现在可是皇朝娱乐的大明星呢 你要是能抓住这次机会跟她就情复燃 说不定你的人生就开挂了 柳妹儿也去 还签约了皇朝娱乐 那不是系统刚奖励给我的公司吗 正好 老妈生日快到了 让她给我妈在生日宴会上唱首歌 必定惊喜 那行 既然同学们都想看我饿死没有 那我明天就去聚会吧 行 那明天不见不散 每个地方都是男子 店名本身掌 Harris